据岛内媒体报道最新民调显示 岛内民众对蔡英文的满意度为44.9% 已经跌破五成 不满意度升至34.9% 现在的台湾年轻人 也逐渐对民进党大失所望 原本最支持民进党的20到29岁的民众 对蔡英文不满意度已经达到了37.9% 已经超过了满意度 究竟是什么原因烧了岛内老百姓的心 让他们不再相信蔡英文 今天咱们一定有吐个痛快 据岛内媒体报道 台湾地区每日仍有上万例本土确诊于多人死亡 就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却在脸书上发文 为民进党台中民旦参选人 台立法机构负责任蔡启昌宣传 呼吁民众去听蔡启昌的播客 去了解蔡启昌的行动力 这篇文章已经发出 到那网友的怒火 通就上来了 网友就呛蔡英文 每天有一百多人死亡 这应该是要优先关心的 而不是选举的 真真实实的是伤害了老百姓的心 民进党当局不作为 使民众性命如草菊 致使台湾民众饱受摧残 这就导致了各种社会问题的爆发 比如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 年轻人认为在台湾的生活已经没有了前途 这也促使了台湾年轻人的自主意识逐渐起来 不会倾向支持民进党 大陆多次对台湾农妇产品进行限制 原因都是质量问题 去年一月 台当局坚持出售受受警出 去年二月 大陆海关总署从台湾菠萝当中检测出了寄生虫 去年九月 台湾世家和联屋又被检测出了有害生物 今年六月台湾的石斑鱼也检测出了禁用的药物 为解决这些滞销问题 呼吁民众赶紧去吃 还要给台军吃 要多吃 泰英文当局是以牺牲台湾民众健康及生计利益 来换取政治力 内心可痛吗 2016年 燕进荡刚上台时曾公开表示 十年内台湾不涨电价 六年后 全台平均电价上调8.4% 其中高压特高压的产业用电大户调涨15% 尽管小商家与低压电的商业用户不涨价 但旅馆用电却要涨价 这让本来就一片萧条的台湾旅游有较不涨价 涨电价后工业用电成本提高 势必就会带来物价上来 这让岛内已经非常严重的突破膨胀 更加缺上价 你以为只是缺电这么简单吗 岛内工商业一直存在缺水缺骨 缺人缺资金等问题 岛内民众缺鸡蛋缺玉米缺药物等 各种各样的民生经济相关的东西 都非常缺 蔡英文上台这六年来 给台湾到底带来了什么 想念紧心也肯定有数 我 想念紧心也肯定有数